人生百態 娛樂開懷 歡迎收看《談笑餘生》 在自然規律面前 人人皆平等 無論你年輕時擁有多麼絕美的容顏 隨著時間的流逝 都會慢慢蒼老 這似乎也應了曇花一現的說法 美麗終究不是永恆的 但不知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叫做《歲月從不敗美人》 意思就是 那些真正美麗的女人 甚至連歲月都不忍心讓她凋落 就像我們心中的那些經典女神 哪怕已經到了幾十歲的年紀 但每次站到螢幕前 總能吸引到無數人的關注 美艷的氣質也絲毫沒有褪色 今天我們要說的這位角色《中山美歲》便是如此 不過 儘管她擁有絕美容顏 卻依舊被男人傷得體無完膚 中山美歲三歲的時候 父母就離婚了 為了不讓年幼的她受到傷害 媽媽還騙她 你爸車禍去世了 而爸爸也很配合這個騙局 自打離婚後便再也沒與她見過面 直到長大成年 她才知道父母離婚的事實 而那時候的爸爸已經有了新的家庭 回想起自己不幸的童年 她曾委屈地說 我和妹妹都是爸爸的妻兒 但她的成長時期 不止沒有體會到父愛 因為媽媽要一肩挑起家庭重擔 莫大的壓力下 脾氣也變得不好 有一次 美歲與母親頂嘴 沒想到竟然被母親狠狠地罵了一頓 還動手打了她 嚇得她不得不逃離家門 後來家中的情況更糟糕了 母親不忍心孩子受苦 於是將兩個孩子寄養在了親戚家 寄人篱下對美歲來說也是小事 可怕的是 她因為從小就長得好看 吸引了壞人的注意 那一年她11歲 正在讀五年級 每天放學都獨自回家 而壞人就瞅准了這個事蹟 那個人她還認識 所以聽到對方說是替母親來接她回去時 她就信以為真 毫不猶豫地跟著上了車 最終 警察是在距離東京三個小時車程之外的地方 攔截了那輛誘騙兒童的車 才讓她成功獲救 雖然人是被救回來了 可缺愛和驚恐的陰影永遠地住在了她的心裡 這一生 她都在為了治癒自己 而不斷找尋著安全感 可治癒從來都是一個漫長的旅途 一開始每歲能想到的只有掙錢 所以 當15歲就已經出落成一個美人的她 在大街上遇到星探來搭訕時 很快就被打動了 1985年 她正式出道 先是主演電視劇 緊跟著又發行了單曲 年輕又有活力的她 一夜爆紅 唱片一下子就賣了上百萬張 這是每歲第一次感覺到被愛 被這麼多人強烈地喜歡著 她也愛上了這種感覺 於是決定退學 將心思全部放在演藝事業上 事實證明 她簡直就是天生的女主角 1986年 TBS電視臺為她量身打造了電視劇《我的媽媽是偶像》 該劇播出後 一度拯救了當年日本電視劇低迷的現狀 彼時 在日本愛上她的男人數不勝數 可她卻挑了讓自己心碎的男人 叫做田園俊彥 當年的田園俊彥可以說是日本的邁克爾.傑克遜 頂流中的頂流 一個月能收到18萬封粉絲的來信 每歲也是她的粉絲之一 兩人相識時她才17歲 隨後在一檔綜藝中朝夕相處 漸漸培養出了感情 1989年 兩人約會的照片終於被曝光 可兩人當時都是國民偶像 所以這場戀愛注定不能明目張膽 只能偷偷摸摸 無奈兩年後 兩人又被拍到 田園俊彥的公司非常生氣 還取消了演唱會來懲罰她 然而 外界越是反對 相愛的人就越深情 此次過後 兩人也不再迴避 甚至還住到了一起 只是這段像極了童話故事的愛情 最終也被碎得異常慘烈 到了1991年的時候 田園俊彥竟然和其他女明星傳出了緋聞 而這個女明星不是別人 正是美穗的好閨蜜 宮藤靜香 也就是後來牧村拓宰的妻子 從小就缺乏安全感的美穗 根本不能接受這種雙重背叛 她只能不間斷地逼問田園俊彥 沒有人知道當晚兩個人是怎樣爭吵的 只知道後來她在自己的書裡寫下 這個男人拿著一本書朝她正面扔來 後來她也曾在媒體前回憶 當時驚怕地以為自己會因此喪命 難以承受這種傷害的她 對田園俊彥徹底失去了信心 便主動提出了分手 和閨蜜宮藤靜香也形同陌路 值得慶幸的是 美穗並沒有被恐懼和背叛拉入低潮漩渦 她知道自己必須努力工作 才能拯救自己的人生 恰好這時候她接拍了電影《情書》 電影播出之後獲獎無數 她也從國民級的外貿偶像 躍升成為實力派的最佳女演員 並且拿到了最具權威的藍絲帶最佳女主角 名氣不斷走高之後 她還和亂世佳人的費文利 羅馬價值的賀本 以及《東方不敗》中的林青霞等人 並列為電影中不可超越的15位女主角 甚至15年後 日本媒體在街頭做調查 問女孩們 如果有機會整容 哪位藝人是你心目中的理想容貌 得票最高的依舊是《中山美穗》這個名字 除了收穫大批粉絲 她還吸引了多位導演的關注 竹中職人就說過 她一直都很親目美穗的美 如果她有機會自導自演一部電影 最想合作的人就是美穗 而後 在電影《東京日河》中 竹中職人鏡頭裡的美穗果然美得不可防悟 可美穗對於自己的美卻並不在意 哪怕事業上收穫再多讚譽 也無法抵消她對於愛情的渴望 所以她一有機會就想談戀愛 1998年 她與牧村拓仔合演了電視劇《沉睡的森林》 牧村拓仔還做起了月老 給她介紹了一個比她小七歲的足球明星 鐘田英壽 然而 這位弟弟也是個多情渣男 從小松成美 大黑魔技 到公澤李慧 甚至李嘉欣 都跟她傳過緋聞 認清這個男人真實面目後的美穗當斷則斷 一點都沒留戀 就邁入了下一段感情 不過 她的下一段戀情也不順暢 依然被傷害得很深 而此人也是由牧村拓仔所介紹 而且由於她屢次因感情影響的工作 公司也多次對她進行懲罰 那幾年 公司老闆只要一發現美穗偷偷談戀愛 就會減少她的工作量 以示威脅 但她為了愛總是罷工 甚至還上演逃跑的橋段 下一個由牧村拓仔介紹的男友 叫野口強 是她的御用理髮師 以前是模特 還是個夜店小王子 朋友們都勸美穗離她遠點 可越勸美穗就越執著 還說我會等她回頭 然後嫁給她 為了野口強 她還主動推掉片約 跑去跟男友度假 所有人都在罵她戀愛鬧 可只有美穗自己清楚 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彌補 彌補小時候被爸媽無情奪去的那份家和愛 而她想要嫁人結婚的念頭也越來越重 不過 這一次她又選錯了 和野口強分手後 她變得更加心悔意冷 還一度恨嫁 甚至一度跑去相親 她再也不想要什麼藝術家男朋友 只想要一個家 因為此時她已經30歲了 但好在命運待她不薄 在32歲時 她又認識了42歲的即作家 音樂人 電影導演等職業於一身的十人成 兩個人只相處了8個月 就決定結婚 發布婚訊當天 美穗幸福地向全世界宣布 婚後將全面隱退 定居巴黎 之後她生下了一個孩子 也很享受自己每天6點起床 為全家做好早餐 再送兒子上學 有時間就去進修法語 學習刺繡的平凡生活 可惜的人生也有好有壞 7年後 開始玩搖滾的十人城 留起了長髮 打扮也發生變化 開始刻意模糊自己的性別 還真正有詞地說:「這個時代絕對是要中性 我的目標是當上有形的中性阿叔!」 觀念上的衝突讓兩個人越發生疏 只是這次的感情出現問題並不是因為丈夫 而是因為美穗 她竟然出軌了 彼時 她與十人城的離婚手續並沒有辦妥 結果就被拍到與音樂家攝谷慶一郎一起出入酒吧 還在街上牽手 接吻 以及同居過夜 攝谷慶一郎還曾冒著風險在社交媒體上發出兩人的照片 結局當然是被罵了個苟姐臨頭 只是 這段再次對抗全世界的愛 同樣走得很艱難 一次醉酒後 有路人看到她在街上被攝谷慶一郎拽著胳膊 拳腳向家 此事過後 美穗對外說:「我愛的人再次令我感到絕望!」 當時曾有記者問她:「你今後會再婚嗎?」還是不願斬斷所有後路的她回答道:「雖然還不清楚 但應該不會了吧?」 時至如今 已經50歲出頭的美穗重新回到日本拍戲 不再演純純的愛情 更多的是演有出軌劇情的家庭倫理劇 有人嘲諷她 說她現在的作品和她的生活一樣不體面 可對於她來說 體面不是最重要的 內心充盈才是 但她的容顏卻從未被歲月奪走 幾十年過去依然是人間角色 也依舊是很多人心中不可替代的女神 2009年 曾有媒體在街頭問過往男性:「你最希望和哪位女藝人共進晚餐?」 答案竟然出奇的一致 每個人的回答都是中山美穗 不久前 她還在自己的社交帳號上傳了一張照片 照片中的她 甜淡祥和 狀態好得驚人 網友們也是毫不吝惜地送上自己的誇讚 人們總是鍾情於美麗的事物 而且當這些角色遭受痛苦時 總會心疼無比 所以 希望美穗今後的生活能少一些磨難 不管她是否要繼續追求自己的愛情 都祝福她一切順利 如果能迎來真愛 自然是最圓滿的結局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 歡迎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內容記得訂閱點贊 我們下期不見不散